好,我回到你的問題 就是說怎樣神掌管一切 然後怎樣走完神的路 神掌管一切的意思就是 譬如人對前路不肯定 但是神在未曾做這個世界 未曾有我們之前 祂已經知道過去未來 什麼都知道了 你未出完,祂已經知道你的樣子 亦是神設計你的生命 但祂不是設計你的罪 祂是設計你的生命的特質 譬如有九認性格 有九認 每一個人有他的特質 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恩賜 神是有這個設計 而神是給每一個人有這個資源 你可以成為一個無福的人 個個都可以 但有很多人已經走了一條路 有時他不聽話 走這條路很低,很軟弱,很多問題 但是神有方法可以逐步逐步提升 祂一早就認識你 只要你真心愛祂 神給我一個感動 真心愛神不難 但很多人很難 有愛神又要處理生命 我給你一個形容 你會覺得是不難的 怎樣呢 你做得不好就悔改 你做得不好 真心愛 真心愛 真相信罪有破壞性 因為很多人不相信罪真的這麼嚴重 所以他們生氣人 說謊 就算教會的人都有 做了不好的事 他們覺得不重要 這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當我們知道 就算我生氣人 生氣一點點 都是有破壞性的 那就會不想繼續犯罪了 由處理生命 祈禱 求成 加力量 然後我就選擇信服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有力量了 什麼問題呢 悔改 悔改之後怎樣呢 就開始 神啊 我跟了你的路 我走完你的路 求你赦免我 求你救我 求你幫我 神就歡喜了 又可以愛神神就歡喜 以後我們 就算少少的事逢 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者人不能不得上次 那時候聖經說了 耶穌就是說容易 即是耶穌容易 不難的 截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上次 你不做到先知 你截待先知 就得到他上次 截待異人 必得異人所得的上次 無論如何 因為門徒的命 截待一個小子 者不能不得上次 所以截待一個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次 所以耶穌是告訴我們 總之你向著腦去 一不好 一做都不好 當然我們不要停留一杯涼水 我們開始受訓練 去幫人 靈命 為人祈禱 輔導人 做一做一做就會有信心 原來不難的 其實你來到都可以的 我和你兩個現在可以開始 你喜歡都可以的 一起參與 即是觀光我們輔導人 由一步步處理生命 你逐個個個都可以 不過我知道他們三個比較成熟 這樣你可以的 如果你得的時間許可 你喜歡來 我都歡迎你來到 那你呢 開始輔導人 不是很難的 我會給你方法 我現在不是講的方法 你逐步引導他 一步步引導他 你又處理生命 然後為人祈禱 有能力 那時候你覺得 哇 幫一個人靈命提升不難 其實幫人提升很好的 為什麼呢 他開始肯傳呼聲 肯處理生命 肯關心人 他就會結果子 所以 傳呼聲又很重要 但是傳了呼聲 那個人又愛主 又不愛主 那個火候不強 但是如果他肯愛主 即是 提升他的生命 那肯愛主 那個生命就提升了 我想 剛剛所說 就是神知道了 你總之 你討神起願不難 這句很重要 一陣子說 討神起願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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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神都不聽我祈禱 因為聖經說了 他會好聽我們祈禱 所以 我們就有信心 神一定聽我祈禱 我一祈禱神就歡喜 我一事奉 做事些少神就歡喜 這樣難不難 所以耶穌說 我騙是容易 我答是輕散的 是不難的 那有些人說 我不夠完美 不要緊 求主射片 那又改善 就是我留意到那個問題 即是處理了 例如我留意到他怒氣 為什麼發生氣 看不過眼 那些人是不好的事 那他不好 為什麼我要犯怒 他犯罪 我還要揹著他的罪 他不好 我依然相信神愛我 他講的話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又祝福他 我又看穿他 因為他被人傷害 所以他會傷害人 我看穿他 我就可以嚴恕他 即是什麼的罪 譬如 甚至有些人 喜歡看色情片 有些人 有破壞性 你即是自己斬自己 把自己丟到海 自己破壞自己 一看 立即拒絕 這樣是破壞我自己的 立即親近神 得力 然後選擇順服 神不去看 即是無論什麼問題 或者擔心煩惱 有天都煩惱 神已經有計劃 我不需要煩惱 我可以選擇 聽神的話 神一定為我開路 相信 你們要先求他 國和他 而且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很簡單的經文 大家都記得 你總之先求神的國 想多些人信主 和讓神的國 在我心中 耶穌做王 這些 和追求神的義 就是遵從神的吩咐 首先有耶穌的義 然後有遵從神的義 這些一切就交給我們 聖經說了 我真的發覺人們越聽話 越無福 而我自己真的很多次 神是印證 我說的不是我好過你們 我只是說 你聽話 神就看到 神看到他會記得 他會祝福你 他又會印證 一步會印證 即是說 有些人 南非的一個特別的例子 他發夢見到我 他被人追 怕得不得了 然後他見到一間屋 有中國人 在南非他從來發夢 沒有見到中國人 也不是見到很多中國人 見到人在祈禱 然後他進去 見到我 我為他祈禱 我說 我為你祈禱好不好 我隨時都不這樣說 他說好 一碰他 立刻就充滿喜樂 充滿愛 然後就醒了 這也是神的印證 另外一個就是 我未 這個就是這個 他發夢見到我 然後我見到我 我祈禱又是有喜樂 和愛 和我的教導也是這樣 所以他知道 他看我的樣子也是我 這些都是印證 你的生命會有很多的印證 譬如今次這個人 他會說 收到的訊息 他沒有原因需要討好我 他就說 這次我的愛子 你要聽他 聽他的教導 你將來都會收到的 你聽話就可以了 你一不聽話 立刻悔改 你當然儘量 那些罪就盡快處理了 那些煩惱就盡快處理了 那又開始多親近神 享受神 祈禱不要想著 好 即不要想著要說幾多樣東西 就是我享受神愛我 神祝福我 我愛神 神又很歡喜 我一祈禱神又很歡喜 這樣的時候 就會容易 一路享受神 有機會就是受訓練 因為聖靈工作就是 所有人都可以受訓練 所有人都可以 訓練好 為人輔導 為人按手祈禱 有能力 接著你可以進入不同的事項 譬如我們中間有人講道 有人領敬拜 彈琴 各方面都可以學習的 有一個感謝神 神就喜歡 這次我夾了你的問題 就是 怎樣跟上神的路 信靠神是最好的 親近神 遵從神 神吩咐 和侍奉神 四樣很容易記得 我記得嗎 信靠 親近 遵從 和侍奉 做得不好 立即怎樣 悔改 然後你做一點 立即說 神就歡喜了 那心就正面 有些人就不是的 你做得這麼少 你做得不夠好 他就看你不好 你做得不夠好 你說得不夠好 你分享不夠好 不需要這樣看 你做得好 那就是神 你做 那就正面了 神知道 其實神一早知道了我們的心 我們的路 但這條路其實是我們 我們信主之後有選擇權 未信主 我們死在罪惡過範之中 我們不懂得選擇 但是神救了我們 當我們死在罪惡過範的時候 二福所說第二章 神就叫我們活過來 又叫我們與基督徒復活 一同在就天上 和我們一起掌 即是我們已經有這個身份了 不過很多基督徒 我們雖然和耶穌一起復活 活在天上 但是就會在地上好像孤兒一樣 很慘 但是神知道 總之你聽話 你開始說我願意信靠親近親從 神就會將他的計劃成就在你身上 所以我們對前路不用怕 我們有什麼病也好 有什麼煩惱也好 有什麼抑鬱也好 深信神一定幫我們 這樣就會發揮 這個神給我呼召 就是個個全民皆兵 個個都受訓練 你的使用可以在這裡 可以在你教會 你去哪裡 即是我們訓練了 你不一定要在這裡 你去哪裡都可以 你可以給神使用 那時候你的生命就可以發揮 而我這裡是越來越想興起更多精兵 OK 因為每日想分 大聲一點 怎麼感覺到神在你身邊 這個我和你祈禱的時候 你每次有沒有感覺到平靜 輕鬆 輕鬆一些平靜 這個已經是神給你的 這個已經是神的獨在 如果再多祈禱就會開始有 起落 湧立 我剛剛去烏干達 那次 我叫人們把那些重膽吹出來 那些人馬上就起落了 重膽放下 煩惱放下 親近神 一步步的 總之你有平安輕鬆 已經是開 已經神和你一起了 你越愛神 你就越擱得輕鬆 你在家裡 用多點時間去讚美耶穌 你越唱越開心 這是神同在大 那你就相信 這是聖靈的果子 就是神和你一起 這樣 你越親近就越強 那既如神離開了 那我怎知道 他離開了 不會神離開了 你繼續灰改 你知罪有灰改 你繼續信靠耶穌 神不會離開你的 神不是喜歡丟下人的 什麼人會離開神呢 就是他不聽話 他犯罪不灰改 他沒有親近神 我講過六天 他沒有繼續灰改 沒有繼續信靠主義 他沒有親近神 沒有愛神 沒有遵從神 沒有侍奉神 沒有侍奉神 生命沒有結出果子的時候 他有問題 那些人肯灰改 神都立即接立他 神是很歡喜接立人 你一灰改就可以了 但有些人真的不灰改 而且他心難 他去了教堂很多年 我什麼都懂 你不用告訴我 我什麼都知道了 又驕傲 又不肯聽話 那些人就可以失去感恩 但當你說 神啊 千萬不要令我失去救恩 我需要你救我 需要你赦免我 那你有這種心 神已經沒有離開你 你會繼續灰改 你會繼續灰改 你會繼續證明你有耶穌 OK 因為不是聖靈的感動 而是聖靈的為主 聖靈你都叫人為罪 為義為神 會自己責備自己 你會自己責備自己 就是聖靈在你身中 OK 好 大家關於這個觀念 大家明白 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經文 大家看一看 一張神一齊 是聖靈的 而那在 那把我從古福裏分別出來 又示恩著我們神 就是 神是 怎樣 將我們從母福裏 這可能你說寶羅 但是 他的意思都是相同的 在我們身上 在母福裏分別出來 我們已經成為神的子女 不過 你走這條路 你走多少 神是減算了你 已經呼召了你 已經減算了你 即是已經有計劃 我們看看神的屬性 有什麼神的屬性 神是會預先知道誰 對不對 他超越時間 神會將人 分別為聖 什麼叫分別為聖 在舊約的時候 他們的聖殿 那些物件 他就會分別出來 那些物件 不可以用其他用物的 你不可以拿回家用的 在聖殿用的 分別了它 獻上給神 那些就是分別為聖 屬於神的 我們也是 神將我們分別為聖 即將我們分別出來 神的屬性 就是他看重我們 超越時間 他在我們生命中 有奇妙計劃 將我們分別為聖 有一個特別的身份 是私恩佔我 私恩佔我 因為我查聖經 他查這個神的屬性 他能夠私恩 即是他有什麼 有恩典 有恩典 即是他充滿恩典 他有充滿恩典 還有他召人 被召的人 其實很多人都被召 很多人神都呼召 不過損上的人少 因為他不聽話 但神是一個呼召的神 他會不斷感動人 去街上那些比喻 去街上那裡 叫那些人來 這就是神的屬性 在這裡看到神的屬性 一早就認識我們 一早已經有個計劃 將我們分別為聖 又一早 他有很多恩典 充滿恩典 他又會呼召我們 而他有能力讓你進入這個計劃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信心 真的會進入 好了 現在我們進入那個思考 思考就是什麼呢 我們能不能夠有些什麼 是會令到人會擔心前路的 有些什麼令到我們擔心 即是說 你們心中有些什麼 會難阻你們 但在這一陣 我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有什麼難阻 我們能不能相信神有個期望 可以勝負 我們怎樣做得到 我們三個討論問題 第一 有些什麼難阻 神可以怎樣幫助我們衝破 而我們怎樣靠神去衝破 是